啦啦隊女孩們賣力熱舞 炒熱現場氣氛 六隊啦啦隊齊居一堂 就是為了迎接二零二四 中華職棒明星對抗賽 二十號在台北大巨蛋熱鬧開打 當然也誕生不少經典畫面 中信兄弟陳俊秀 賽前說志在參加 結果最後轟出十五支拳雷打 讓全場瞬間沸騰 其中更有一支擊中左外野的大螢幕 造成面板上陳俊秀的秀缺了一腳 你沒有看錯擔任明星隊 先發第一棒的周董周思琦 穿著過去效力過的球隊球衣 雖然最後擊出左外野飛球出局 但也喚起大家的回憶刷 酒局下明星隊落後時 馬傑森再次上場打擊 妙到林鄉就拿著麥克風 在場邊暗諷 結果這一次馬傑森出局 事後林鄉也說就是好玩 因為明星賽 中華隊投手教練王建民一現身 全場立刻嗨到最高點 大家以為他要登板投球 最後王建民只練投一球就下場 也讓大家相當過癮 二零二四中華市場明星賽 二十號首日賽事 就有近三萬多人打破明星賽中 最多進場觀眾紀錄 不僅沉上熱鬧場外也是焦點滿滿 三星維綜合報導 二十號首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